我們看到美國前總統川普 那麼他在造勢的時候遭到槍擊 那在離開的時候 正臂高喊了三聲fight 那同時他的支持者 事實上也做出了回應 也是高聲的來回應USA 那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 7月14號拜登也跟川普來通話了 拜登表示很高興川普沒事 美國不應該發生這種暴力要團結一致 同時譴責暴力的行徑 那麼在拜登的競選團隊表示 暫停接下來外出活動 並且將會儘快撤下 所有的電視競選廣告 所以大家就在看了 在這一回這樣的一個意外 是不是會衝擊了大選呢 那川普在當晚就向他的支持者 發出了電郵表示 我絕不投降 接下來7月15號到18號的 共和黨全國大會 川普將會按照原定計畫來出席 同時呢 很可能就要來公布他的副手名單 那麼在7月5號到7月9號 在華爾街日報調查 大約有百分之五十六的 人認為川普如果回歸的話 這個通膨會比拜登連任還要高 通膨會加劇嗎 那麼同時呢 在這個部分我們也要來看到 川普事實上他在最新的現身的畫面 在這個照片我們也請導播給我們來看到 川普在意外發生之後收拾的現身 頭部你可以看到是沒有包紮的 同時的揮手跟大家來打招呼 有一點模糊不過這是他最新的畫面 這是在7月13號的晚間 在賓州造勢遭到槍擊 7月14號的凌晨 紐澤西私人高爾夫球場俱樂部來過夜 那接下來15號參加共同黨大會 就會接受一個正式的提名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就是剛剛離開 亮哥特別講大家叫他離開了 但是他說等一下 你們把那個圖上灰色是因為不能露出血 對做了一點處理 對好所以在這個部分 那剛剛也看到 事實上那個是血跡了 對那兩條血跡 那我們還是因為這個來做一點處理 好那所以川普說是被子彈擊中 那現在美國警方表示很可能是提子機 玻璃的碎片導致有這個看到流血的狀況 那如果說剛剛提到民眾也擔心了 是不是接下來這個通膨的情形 好儘管呢在這個部分 大家認為說過去這段時間很嚴重 那接下來同時還有川普的交易 再次成為一個金融市場的熱門話題 這部分我們請教亮哥 那個還早了 現在那個2月1號才就職 其實你應該去考慮可以買什麼股票 這比較刺激 製造網路上先傳出來的是川普概念股 對已經開始發酵了 因為你是假設通膨是說 他會科高的關稅 那導致美國的東西都變貴 對可是他是不是會真的這樣幹 你不知道啊 因為討白說啦他 因為共和黨有20條政見 他那個共和黨大會就會宣讀了 對 那個在網路上已經公開了 這個很奇怪 那20條裡面沒有講到中國 他內文有 可是寫在綱領裡面沒有中國這個字 沒有喔沒有這個字喔 所以他也沒有說要課關稅啦 他只有講說要讓美國成為頭號製造強權啦 然後這個所有的必要的供應鏈都要在美國製造 他有講這樣的話啦 所以主要還是希望鬥到美國投資啦 那我覺得他當然他前面有講一些風話啦 可是川普講話 你不要認真聽他講話啦 你要認真看他寫的競選綱領 他競選綱領大概到最後三個月左右才會出現 那目前是共和黨的綱領 就是白紙黑字的部分啦 事實上那個兌線率就很高了喔 事實上他也曾經揚言啊 說要針對他2016的時候也揚言啊 說要針對中國全面都要課60%啊 45%啊 可是後來的平均稅率遠低於啊 平均稅率是遠低於30啦 所以也不一定這麼悲觀啦 而且坦白講可以加的都加了啦 你如果現在在加那中下階層生活困難怎麼辦 對 這個很現實喔 所以我認為現在再加碼關稅其實空間沒那麼大啦 因為畢竟你已經加過了 而且拜登都沒有把他解除嘛 就是他的平均稅率大概是 針對進口的中國的商品3500億 大概真的19.3% 這是目前的狀況 拜登也沒有去動 那你還能加多少 你加到30啊 那中下階層怎麼生活 現在東西那麼貴 所以我是覺得 我覺得他可能表現更多的是減稅啦 他有承諾說他要幫所有的人減稅 就是 坦白講支持他的也有蠻多是白種人的中下階層啦 說實在啊 那些人也是要生活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推論通膨我講白了啊 目前連署說通膨會暴增的 都是支持民主黨的經濟學家 所以我認為這個也有一點是故意貼你標籤啦 說你就是會造成通膨高漲 然後要鼓動大家不要來投給你 那事實上 他的證件裡面有一條還說我要消除通膨 那不是互相矛盾嗎 這個選戰嘛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倒沒有 他倒不是把關稅放在最前面 他就是說 我通膨要減低啦 那我要透過減稅啦 然後把所有的投資都拉回來美國做啦 製造業啦製造業啊 那當然我知道這是吹牛 那絕對做不到啊 可是 然後他要恢復所有的石化業 那所以 明天你就可以買石化股這樣 因為我跟你講他 氣候變遷搞不好又要發生變化了 那上次不是一當選就退出嗎 對不對 我看現在 明天太陽人又要大跌了 好 所以現在大家非常關注啊 那麼接下來 那在意外發生之後 各界也發生 包含了最近 歐巴馬也被拿出來討論 那麼前美總統歐巴馬就說 美國不該有這種暴力發生 包含了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好他就說了全力支持川普總統 希望他能夠早日康復 在匈牙利爾總理奧班表示 黑暗時刻 辛漢祈禱與川普前總統同在 日本首相安庭文雄 表示必須堅決對抗挑戰民主的暴力行為 並且祈禱川普前總統早日康復 好賴清德呢也在平台來全英發文 為川普祈禱祝福對方早日康復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您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美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頂悅 請問這句文憋 我請注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